大家好,今天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聊。 上次提到,到了1932年之后,新疆的局势已经彻底失控。 哈密起义之后,各地的维吾尔人纷纷揭杆而起,反抗省政府。 维吾尔人的起义在短短一年时间就由最初东部的哈密一带蔓延至整个新疆地区。 反抗运动的中心也由之前的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转移到了新疆西部的喀什、和田一带。 其性质也由之前的反抗金属人为首的省政府逐渐转变为寻求民族独立。 1933年初,新疆南部的和田等地发生暴动。 同年1月,铁木尔伯克率领部中在新疆中部和天山南部的库车一带起义,攻占库车后与马战舱的部队联合,西进攻打阿克苏。 至2月底攻占阿克苏,直逼南疆首府喀什。 当时金树人的四弟,担任祝喀什市长的金树智派出省军拦截铁木尔和马战舱叛军,但都被由回族和维族组成的这支叛军击败。 在听闻省军相继溃败的消息后,金树智突然暴病身亡。 当然,也有说法使他由于承受不了打击而服鸦片自杀。 随后,团长杨庆明率领两千余人的部队在巴楚县,于铁木尔和马战舱叛军大战一个多月后,因伤亡惨重而败退。 接连取胜的铁木尔和马战舱叛军欲战欲勇。 同期,于田的农民和墨玉县的维吾尔矿工闻讯后先后起事。 其中,墨玉县暴动的矿工在首领伊斯买尔汉和河家的领导下攻占县城。 在截获了新疆省政府从印度运来的大批军火后,河田一带的起义军一举攻占了河田旧城。 1933年2月20日,穆罕默德·伊敏在河田成立了河田临时政府,由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法裁判官,尼亚兹艾莱姆担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担任总理,而伊敏本人则自称埃米尔。 这个临时政府也可以看作日后东突国的雏形,其前身是伊敏创建的民族革命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宗旨是反汉人、反回族、反基督教、反共产主义。 谷吹对汉人异教徒的仇恨,主张建立维吾尔人主导的伊斯兰国家。 民族革命委员会最初通过秘密结社,发展了三百余名成员,还搜罗到了五十支旧枪。 在得知临近的墨域县发生暴动的消息后,伊敏也率领不中起义。 不久,墨域暴动的维族矿工武装攻占和田,其首领伊斯买尔汉和加也与民族革命委员会合流。 今上任的南疆剿匪总司令马绍武派金省武率部前往镇压,结果被打得全军覆没。 而这个伊敏也被誉为是近代疆独运动的教父,以及东突厥斯坦的国父。 他和沙比提·大毛拉都算是近代维吾尔人当中最早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也是第一批明确提出要脱离中国,建立维吾尔人自己主导的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 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完整地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 关于此人早年的经历,留下的资料并不多, 只知道此人早年曾担任当地一所伊斯兰经学院讲师,讲解古兰经教义。 后来此人在接触了西方思想之后,逐渐萌生了民族意识, 成为了第一批拥有近代民族观念的维吾尔知识分子。 其思想境界要比荷加尼亚兹和姚勒伯斯更进一步, 从反抗省政府的统治转变为争取民族独立。 而沙比提·大毛拉这个人出生在临近喀什的阿图市地区, 此人曾在杨曾心创办的法政学堂接受过西方教育,熟悉西方历史。 年轻时还曾到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和埃及一带游学, 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俄语和土耳其语。 此人因此见多识广,成为了一个拥有近代眼光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 在接触西方思想的过程中, 他也萌生了要为维吾尔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构想。 而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这两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也与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很大关系。 伊敏和沙比提都出生在新疆西部, 多年来也一直在新疆西部的河田和喀什一带活动。 而河田和喀什地区靠近西部边境, 临近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以及俄罗斯统治下的中亚地区, 这里是新疆与外部世界交流和沟通的一大枢纽, 也是新疆地区最早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地区。 西方文明最初在河田、喀什和伊利一带施加影响, 然后逐渐向东部纵深推进。 而东部的哈密地区反而是最晚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地区, 其经济发展也落后于西部。 因此,由于最早接触到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念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论, 近代绝大部分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是西部人。 新疆西部地区的离心倾向, 要远远强于东部地区。 而随着维吾尔人的起义蔓延至西部地区, 维吾尔的民族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也参与进来, 其性质也从原本的反对金属人政权的农民起义, 发展成了寻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 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维吾尔人在看待中国政权时的观念差异, 也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直到今天,新疆离心倾向最强的地区, 依旧是和田、阿克苏和喀什这些靠近西部边界的地区。 这些地区一直都是产生僵独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温床, 而越是靠近东部地区的维吾尔人, 反倒越拥护中国的统治, 将独思潮在东部地区几乎毫无时长。 九十年代之后, 绝大部分维吾尔人与政府的激烈冲突, 以及恐怖袭击也都发生在西部, 而东部地区的维吾尔人一直风平浪静。 东江地区的维吾尔人与当地政府和汉人的关系一直相对和谐, 大部分的维吾尔通婚也都发生在东部地区。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就连在长相方面,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维吾尔人都存在很大差异。 东部地区的维吾尔人在长相上更像是蒙古人, 而西部地区则更接近于高枷锁人中。 而除了本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外, 很多二三十年代从苏联控制的中亚地区逃到新疆的人, 此刻也成了新疆分离运动的一大主力。 这些人当中有些是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旧贵族和阿轰, 有些则是当地的知识分子。 他们由于自身遭受迫害的不幸经历, 更加深刻的领悟拥有独立国家的重要性。 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独立建国的渴望远远强于当地人。 加上这些人, 有些本身就是中亚当地的精英, 其号召力不容小觑。 因此, 很多来自中亚地区的社会精英 流落到当地, 纷纷成为坚定的泛突厥主义者。 这批人在东突的两次建国当中, 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东突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府主席爱利汉·土列, 就是从中亚一带逃到新疆的乌兹别克族的大毛拉。 而在第一共和国时期, 喀什一带的克尔克兹人的叛乱, 就是由大批从中亚逃到新疆的克尔克兹人 煽动的。 这里来谈谈当时克尔克兹人的叛乱。 当哈密暴动的消息传遍新疆之后, 一些从中亚逃到喀什一带的中亚民众, 以及一些泛突厥主义者深受鼓舞, 开始趁机煽动当地的克尔克兹人发动叛乱, 反抗省政府。 1932年6月, 喀什地区的克尔克兹人在其领袖埃德·米拉布的领导下发动暴动, 但很快被马少五派出的500余名士兵镇压, 并逮捕软禁了包括乌斯满阿里在内的几名克尔克兹人的领袖。 这批克尔克兹人日后也成为了叛军的一大主力。 当时除了回族以外, 突厥系的叛军主要由四大主力构成, 一是荷加尼亚兹领导的哈密一带的起义部中, 二是铁木尔领导的库车起义部队, 三是穆罕默德·伊敏这些人领导的和田一带的起义, 四是日后爆发的由乌斯满阿里领导的喀什一带的科尔克兹人的暴动。 而在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之后, 伊敏、沙比提派兵相继攻下了且末、匹山、 叶城、泽普、刹车等南疆的数座县城。 四月,伊敏乘胜追击,领兵来到加石县, 开始于铁木尔和马战舱叛军联合进攻喀什县城。 而就在南疆西部的维族起义呈现燎原之时, 起义军屡战屡胜, 省政府在南疆的统治岌岌可危之际, 北疆的局势也不太平。 之前一直在甘肃一带观摩形式的回族首领马中英, 见新疆大乱,各地的起义相继爆发。 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便在1933年1月, 趁着省军主力在盛世才的率领下, 与何加尼亚兹和马世明, 在善善和图鲁藩一带缠斗, 敌化兵力空虚之际, 再次率领5000多人的主力部队入江, 准备攻打新疆的首府敌化城。 而之前派来偷袭敌化的马全路部队, 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挺进至敌化附近, 就在马中英再次入江之际, 马全路率军在敌化附近突袭千余人的省军, 结果一仗下来省军大败, 仅有百余人生还。 消息传到敌化, 金树人大为震惊, 认为回族军队的主力已经打到了敌化城下, 于是下令关闭城门, 全城戒严, 并电令刚刚收复吐鲁藩的盛世才, 立即回师救援敌化城。 而马全路在打了圣仗之后, 开始在敌化附近不断骚扰袭击省军, 利用骑兵部队的机动优势审出鬼没, 一度牵制了包括盛世才在内的大批省军部队。 按照马全路和马中英事先的约定, 他俩不久之后将在敌化附近回师, 共同攻打敌化城。 而按照马中英之前制定的作战计划, 马全路负责牵制省军主力于敌化周围, 而他自己的主力则兵分两路。 一路从哈密出发, 沿天山南路, 直取善善, 吐鲁藩再进去敌化, 另一路从镇西沿木累合, 其台西进。 最终在敌化河第一路, 以及马全路部会师, 共同攻占敌化。 进攻善善和吐鲁藩的这只, 由姚勒伯斯率领, 而沿木累合和其台进攻的这只, 由马中英的弟弟马仲杰率领, 马中英本人则坐镇哈密。 其中, 姚勒伯斯率领的这只, 一路没有经历大的战斗, 就顺利拿下了吐鲁藩, 而马仲杰率领的这只, 一路的进展却不太顺利, 遭到了省军的激烈抵抗, 一时难以取胜, 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而就在此时, 新疆首府迪化城内部, 出大事了。 由于金树人上任四年多, 把新疆局势搞得全面失控, 各地维吾尔人民变的战火此起彼伏, 回族军阀也趁乱入侵新疆, 加上金树人派出的省军屡战屡败, 西部各县城接连被叛军攻战, 战争也变得旷日持久。 而在杨曾新统治新疆的十七年里, 虽然新疆也有过一些小规模的起义和暴动, 但局势还远不至于失控, 各地的维吾尔人与省政府的矛盾, 并没有到了尖锐和对立的程度。 而金树人仅仅上任四年, 新疆的局势就已经全面失控。 金树人在政治上的冒进, 以及军事上的无能, 极大激化了与官僚系统和军方的矛盾。 各方势力一致认为, 不能再允许金树人胡搞乱搞了, 如果继续任由金树人瞎胡搞, 日后新疆只不定会出什么更大的内乱。 而一旦省政府的统治被推翻, 维族人接管新疆, 他们这些人也要跟着一起完蛋。 于是一些不满金树人统治的军官, 和官员便在暗地里谋划推翻金树人。 1933年4月12日, 新疆省边防都办公署参谋陈忠, 敌化城防指挥官白首之, 航空学校校长李孝天, 敌化县长陶明月等人, 联合从苏联流亡来的白俄规划军, 以及从东北来到新疆的抗日义勇军残部, 发动军事政变。 先是200余人的白俄规划军包围了省政府, 并堵住了大门, 然后政变军人民枪, 喊话要求金树人立刻出来投降, 现场顿时枪声打坐。 金树人见状, 急忙带着亲信从后门逃走, 此时的金树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因而事先也没人为其通风报信, 金树人对此浑然不知, 而且推翻他的政变, 很轻易便取得了成功。 而金树人一开始还想着反扑, 他派人传命令给当时已经率军回到敌化, 并驻扎在敌化附近的盛世财, 要求他立即率军扑灭这场非法的政变, 但被盛世财拒绝。 毕竟此时的金树人已经臭打尖了, 继续与金树人站到一起, 在政治上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 当政变发起者之一的陈忠前去说服盛世财, 希望盛世财能够看在革命事业的份上, 协助其推翻金树人。 盛世财当即便答应了, 率领部众站到了反对金树人的阵营, 和郑润成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联合, 击溃了知识金树人的杨正中部。 眼见大势已去, 无奈之下, 金树人只好在政变的十二天后宣布下野, 辞去新疆省主席的职位, 通过塔城的边境口岸逃到了苏联, 经由西伯利亚前往了南京。 金树人在位四年, 把新疆搅得天翻地覆, 他一再错判形势, 从一开始就高估了自身的实力, 觉得自身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能够压赴维族人, 以为只要坐到了省主席和都办的位子上, 就可以有所作为。 他以革命者自居, 渴望成就一番事业, 急于打破并改变新疆落后的统治秩序。 但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操之过急, 仓促推行的一些政策, 损害到了维族地方势力的利益, 同时派出的汉人官员和军队, 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便接管了哈密各地的实权, 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然也就缺乏监督。 派过去的汉人官员趁机循私枉法, 激起了民愤。 而面对与维族地方势力的冲突, 金书人一改扬增新时代的怀柔政策, 强硬对待这些地方势力, 手段简单粗暴, 激起了这些地方势力的激烈反抗。 与今天中共领导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同, 金书人领导下的新疆省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 其对地方的控制力有限, 无法实现有效的控制。 这些地方势力在当地都有着封建特权垄断下的利益, 以及部分政治自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 省政府的统治要想长期维系, 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是善于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内部的矛盾, 分化瓦解这些地方势力, 结成一个类似于统一战线的联盟, 来巩固自身的统治。 在没有能力消灭这些地方势力的情况下, 也只能与部分地方势力结盟, 以维护统治, 而不是同时得罪了所有的地方势力, 把自己推到了这些地方势力的对立面。 从这点看, 金树人比当年的摄政王仔锋还要冒进。 当然了, 我不是说强硬手段就一定会出问题, 如果金树人政府也像今天的中共一样, 能够对新疆实现全面的控制, 那即便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关键是, 以来金树人领导的新疆省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 难以实现有效控制。 二来, 当时汉人人口只有不到20万人, 而维吾尔以及当地的突厥系民族人口有300多万。 一旦把当地的维吾尔人以及突厥系民族全部逼返, 南京的中央政府也帮不上忙, 诺大一个新疆靠不到20万的汉人, 以及区区几万汉人军队能控制的驻骂。 而相比之下, 之后上台的盛世财, 在政治上就明显比金树人成熟老练。 当然, 比起之前的杨增欣, 金树人也并非毫无长进。 金树人也吸取了杨增欣失败的教训, 认为杨增欣之所以被杀, 就是因为没有培养自己的嫡系。 因此, 他上台以后, 特别注重依靠乡土集团来巩固权力。 在用人方面, 那些握有实权的要职都尽量任用其家族亲戚和同乡亲友以及亲信。 他任命同乡的张培元为伊犁镇首使, 同乡的刘锡曾为哈密驻军师长, 甚至金树人的随从崔赵基都被提拔为省府警卫队长, 并进一步提拔为旅长。 其四地金树制也被任命为喀什驻军师长。 大批河州老乡和金树人的亲属占据了新疆军政的重要位置。 而一旦到了要领兵打仗的时候, 金树人很快发现, 自己当初所任命的这些, 依靠关系上位的嫡系人马, 大部分都是一群酒囊犯贷。 这些人能力不行, 根本打不了仗, 打起仗来屡战屡败。 特别是金树制, 在军事指挥上堪称白痴。 最后, 金树人只得启用盛世才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将领来挽救局势。 盛世才这些人也趁机拿到了军权, 利用打圣仗立功的机会, 在军队里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而盛世才在拿到军权, 收获威望之后, 自然不愿长期听命于金树人, 他开始谋划有朝一日一旦时机成熟, 就联合反对势力推翻金树人。 而金树人倒台后, 围绕推翻金树人之后的权力分配问题, 各方势力开始了明争暗斗。 参与政变的主要有两大政治势力, 一类是那些布满金树人的高级官员, 包括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陈忠, 航空学校校长李孝天, 迪化县长陶明月等人。 另一类是军队势力, 包括迪化城防指挥官白首之,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头目正论城, 逃亡的俄国白军组成的规划军, 以及率领部分省军的盛世才。 而参与政变的高级官员, 由于只有行政权而没有枪杆子, 因而无法左右局势。 而军队势力当中, 城防指挥官至长官百余人, 白俄规划军也只有两百余人, 这两方势力也可以忽略不计。 而真正对政局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是盛世才掌握的数千人的省军, 以及郑润成领导的退入新疆的两万多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虽然之前盛世才率领省军与各地的叛军作战, 屡战屡胜, 打了好几次胜仗, 其在省军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 但如果论军事实力, 此时的盛世才是不如郑润成的。 这里来说说郑润成领导的这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来历。 918事变之后, 东北地区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支抗日武装, 反抗日军的占领, 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期间有一多半的部队由于受到日军围剿, 被迫撤往苏联境内, 但入境苏联后即被全部缴械。 苏联先是把这些人暂时关押起来。 后来斯大林下令, 把这些人途经西伯利亚, 用火车押送到靠近新疆边境的阿亚古斯一带全部释放, 让这些人到新疆自谋生路。 这些人一开始被省政府安置在新疆塔城一带, 后来一部分士兵被分发武器, 驻扎在东门一带防守敌华城。 再后来, 这部分士兵参与了推翻金树人的政变。 在政变善后的临时会议上, 大伙共同推举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主席, 抗日义勇军将领, 郑润成为临时赌办。 但不承详郑润成是一个爱国者, 他一心想回到东北抗战, 报效祖国, 无意在新疆争权夺利。 郑润成当即表示, 自己率领的军队作为客军, 驻守新疆只是暂时的, 将来还要转回东北继续抗日, 不能接受这个职位。 并同时表示, 盛世才年轻有为, 在新疆军民中拥有巨大威望, 应该拥护盛为临时赌办。 就这样, 郑润成把原本很可能到手的权力, 拱手让给了自己的老乡盛世才。 结果一番谦让过后, 盛世才顺理上位。 以刘文龙为首的临时省政府, 重新推举盛世才为新疆的临时赌办。 郑润成或许不会想到, 他的这番大度的谦让, 日后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而此时的盛世才, 虽然在名义上掌握了新疆省的实权, 但他心里并没底。 他对发动政变的那些势力, 时刻保持警惕, 准备死机将这些人铲除掉。 特别是进入新疆的两万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这些人一旦造反, 以盛世才手投这几千人的省军未必是对手。 上任一时, 盛世才便主动拉拢义勇军的下层军官, 须以后路分化瓦解义勇军。 1933年6月, 盛世才借口在都办公署的花园召开紧急会议, 召集几位政变的发起者陈忠、李孝天、 陶明月前来开会。 结果, 这些人一踏进大门, 就被卫兵当场擒获, 然后不由分税就被拖入花园全部枪杀。 随后, 盛世才对外宣布这些人是叛乱分子, 意图谋反。 同时, 盛世才还软禁了国民政府派来的特使。 南京政府见边长莫及, 无可奈何, 只好承认了盛世才为新一任的新疆边防督办, 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 到了当年的12月, 盛世才又以意图谋反的罪名, 软禁了省主席刘文龙全家, 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池为代理主席。 他还顾忌重施, 在逐渐摆平抗日义勇军的下层军官之后, 邀请义勇军首领, 担任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郑润成, 以及一些军官前来开会。 在会上突然以意图谋反的罪名将其逮捕。 连同郑润成一起被捕的义勇军军官有60多人, 包括一些之前被盛世才收买的军官。 郑润成被捕后, 遭受严刑拷打。 来年一月, 郑润成被盛世才家令交死在监狱里, 尸体被砍成极端, 装在麻袋里扔在监狱的厕所边。 直到开春, 冰雪融化, 尸体散发出恶臭后, 才被送到城外掩埋。 而一同被关押的义勇军军官, 也大多被杀害。 在清除了政变集团, 以及抗日义勇军这两个潜在的威胁后, 盛世才逐渐在都办的位子上站稳了脚跟。 而除了要铲除这些构成潜在威胁的政治势力外, 上台后的盛世才还必须处理金属人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经过两年的战乱, 省政府已经失去了对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 此时的省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区只有迪化、 塔城、呼图壁、昌吉、 钱德、富康、浮原等几个县城, 而广大的南疆农村都被围族和回族的叛军占据, 整个南疆在1932年底就与省政权完全隔绝了。 而就在盛世才救援迪化城之际, 马仲英的叛军趁机又重新控制了哈密、 镇西、西角井、 善善和吐鲁藩这些地区, 很快占据了北疆的半壁江山。 省军在多数地区都呈现出溃败的局面, 汉人政权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 可以说, 盛世才在此时就任督办, 接手的完全就是一副烂摊子。 在这样的逆境和乱世当中, 如果没有足够的能耐, 想要做稳督办的位子, 并逐渐平定各地的叛乱是很难想象的。 但盛世才做到了, 他上位后,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巩固了权力, 并平定了新疆各地的维族和回族叛乱, 重新控制了新疆。 从这个结果看, 盛世才这个人, 确实不简单。 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 硬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拯救了原本摇摇欲坠的汉人政权。 虽然现在对于盛世才的评价多数趋于负面, 但坦率讲, 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盛世才这种人, 如果没有过人的谋略和智慧, 在那样的乱世当中, 靠这样一副烂牌是很难重新控制住局势的。 而相比之下, 维族和回族的叛军方面, 就找不出一个在谋略和政治智慧上能与盛世才相提并论的人物。 而在尚未一时, 盛世才便开始分化袭扰迪化城的马全木部队, 他派人与马全木的部下马德祥勾结, 用高官后路利诱, 唆使马德祥杀死马全木, 进而收编马全木的部队两千余人, 从而消除了迪化城的一大威胁。 然后, 盛世才又利用马仲英和荷加尼亚兹因为分配战利品而发生的分歧和矛盾, 以划分南疆给荷加尼亚兹为代价, 又使荷加尼亚兹与马仲英脱离关系, 使得二者的联盟瓦解。 马仲英从此失去了当地部分少数民族头目的支持, 这也成为后来马仲英无法在南疆立足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盛世才这个人过人的谋略。 在分化了马仲英与荷加尼亚兹后, 1933年6月, 盛世才率领省军、 规划军以及刚刚归附的大批抗日义勇军, 共计六千余人的部队前来讨伐马仲英, 与马仲英率领的七千余人的回族部队, 在迪化东北八十公里外的紫尼泉村交战。 盛世才先是派部下刘快腿率军突袭马仲英部, 双方激烈交战之后, 刘快腿率军撤退, 将马仲英的部队引向省军布置好的阵地。 等马仲英追击至省军的阵地后, 省军用机枪和装甲车等重火力顽强抵抗, 给马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然而省军很快发现, 马仲英的回族部队战斗意志空前顽强, 他们不在乎兵远的伤亡。 这些人不惜代价,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冲锋, 冲在前面的人刚刚被射中倒下, 后面就有更多的人补上。 给省军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省军的阵地也数度被马军的骑兵突破, 但很快又被其夺回。 盛世才在前线指挥作战时, 险些被活捉, 他后来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危险的一仗。 双方交战几个回合下来, 依然不分胜负。 可不久后, 天色渐暗, 阴云密布, 开始下起了大雨。 天空还不时下冰雹, 夜里气温也骤降至零度以下, 开始天降暴雪。 士兵们无法继续战斗, 省军和马军都停止了进攻, 双方对峙了一夜。 而由于马军的大部分士兵 是来自甘肃一带的回民, 他们对于新疆一些地区多变的气候 以及剧烈的温差变化毫无防备, 大部分士兵只配发了单衣单裤, 没有准备棉衣, 导致夜里大批士兵被冻伤, 很多士兵双手被冻僵, 导致无法扣动扳机。 而省军士兵由于在新疆生活多年, 熟悉这些地区的气候, 因而提前准备了大量的棉衣。 到了第二天拂晓, 休整了一夜的省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势, 不给马军丝毫喘息的机会。 由于士兵被大量冻伤, 马军很快显露出了疲态。 最先支撑不住的马仲英卫队营, 率先于阵前投降了省军, 只是马军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 盛世才很快抓住时机, 率军猛攻这一缺口, 敌方防线随即全线崩溃, 马军开始全军溃退。 眼见大势已去, 马仲英随即率领士兵沿着公路一路东逃, 经木垒和翻越天山, 南下屠鲁藩。 省军追兵则顺利占领七台。 紫泥泉一战, 盛世才大获全胜, 共击毙马军六百多人。 缴获枪支一千多支, 子弹三万多发, 而自身仅有三百余人伤亡。 紫泥泉战役也堪称盛世才的封神之作, 此战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盛世才在省军中的威信, 也为盛世才的省政府日后一步步剿灭各地的维族 与回族的叛乱势力, 重新控制新疆奠定了基础。 关于盛世才是如何领导省军, 并依靠苏联的支持一步步剿灭新疆各地的叛乱势力, 我将在下期视频详细聊。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观看。